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今天美国张公子美食探店 我们又来到了个金熊猫餐厅 这是在鲍德文park 我们是今天来的比较早 10点58就来了 然后美食客就会分自他来 这个建筑还是比较新的 这是在鲍德文park的一个主路上面 然后有这种 有这个停车场 来的时候车位还可以吧 还可以 然后我们就进去看一看 all you can eat 这个金熊猫餐厅是我们的福建人开的 福建的兄弟 开餐厅开餐馆的比较多啊 然后会有 看一下 金熊猫 进来以后会非常的凉爽 有这个风扇有空调各种 这边是饮料 这边是饮料 有这种饮料去啊 然后看看 准备的食材啊 这种调料 寿司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的喜好可以来选择啊 这是蔬菜萨拉 中西河壁 然后这边有水果 有 有这个西瓜 有橙子 这是准备在这上面上菜啊 上上的 这是大米饭 这是十点多 十一点时候已经有很多朋友来了 这是各种粥啊 中国人做粥还是比较 大红折兔 用的 都是 国内的 名品呢 然后有这种 米饭 营养的 米饭 有这种 面条 西兰花 和 西兰花和 莫谷 orange chicken 比较干净的 这边是用的是英文和西班牙语 因为加州是 呃 老末还比较多 然后细的 有这贝壳 虾仁 是老板 你好 走了 这是绿豆角 豆角 有个鱼啊 可以跟你自己的 你好 在这儿见到你了 怎么这么巧呢 昨天好像也见了 昨天见了 又吃饺子了 可以认识在一起啊 哇 这么厉害啊 嗯 这个就是教练 教练 教练 一米八 一米八的大帅哥 是吧 我们今天主要是请他的 虾仁 喜欢吃 这个我们是华人 这是鱼吗 这个是鱼桃 据我们的腊味 这是什么鱼啊 三维鱼桃 三维鱼 玉米我还很喜欢吃呢 玉米很喜欢吃 每次 这种是什么鱼 这是绿鱼 新鲜的 这是海里的还是河里的 这都是海里的 都是海里的 都是海里的 海里的东西才好吃 才好吃 咱们这个靠着大海呢 没错 方便 饺子 饺子什么馅的 饺子是猪肉馅 大肉馅的 这个也是我们的招牌 这个红薯是哪里产的 墨西哥 它有几种 这种是我们最甜 然后size最好很嫩的 有的红薯它很老 然后我们这个是比较嫩的 这个是等于是小一点 不是说特别大 长长的 这个产地是哪里 这个产地 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墨西哥的 不是很清楚 这个不是很清楚 它这个给中国的红薯不一样 中国红薯不一样 这个是什么种 炸鸡 炸鸡 这个是我们是新鲜的鸡 然后我们去炸 不是几栋的 是那个农场 我们是路易斯安娜那边 他们运过来的 哦路易斯安娜那边 那还是能吃到路易斯安娜上面的鸡 这边是海鲜的产品 这是虾 披萨 中西结合的披萨 然后 这边实际上在爆灯泊克的话 楼外也是比较多 你看 上面有功夫熊猫啊 有这种 这是 豆 蔬菜沙拉 毛豆 我们喜欢吃这个毛豆 文瓜 贝壳 这是点心呢 做各种点心 小点心 可以填到封口啊 然后 品种还是非常多的 品种比较多的 可以自己找一个角落啊 您好 这个金熊王餐厅味道怎么样 哎呀 歪歪 歪歪 哭的 呵呵呵呵 你是比较喜欢吃它这个里面 是海鲜 还是什么肉 我看家的美味太多了 我觉得 我觉得 每一个我都来品尝一下 哦 每一个都品尝一下 你是怎么发现这家餐厅的 我一个哥们张相东 领我来的 记得好像我来的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帅哥领你来的 是不是 是 是我留下来的 呵呵呵 帅哥领我 呵呵呵呵 帅哥率先发现了这个餐厅 然后 然后就推荐给我们 嗯 好 谢谢 谢谢 慢慢用餐啊 看看 小朋友也可以 小朋友在这里面也可以得到这种 呃 照顾啊 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照顾 这是一家 多么的温馨的画面 这个是什么 好的 酥仔沙拉 他们是准备的时候也比较早啊 九点多就开始准备了 可以在这个炎炎的夏日可以得到美好的这种分享啊 谢谢 有机会来吃吧 好 好 有机会